江爷爷再一次落泪了 直到听见江爷爷说福宝已经到了青春期 我才想起来福宝已经三岁多了 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 在我心里他还是一只熊猫宝宝呢 没想到已经步入了少女时代 爷爷说福宝最近活动量增大 睡眠少饭量也减少 跟爱宝那个时期一样有了繁殖期的前兆 爷爷说爱宝是为了找男朋友才会那样的 初期繁育时 就算没有荷尔蒙变化 那些行为变化也会到来 福宝正在经历那个过程 既开心又伤感 开心的是福宝成长了 但也意味着福宝真的要离开两位爷爷了 究竟谁才能配得上我们从小就被爱包围的福珠珠呢 爷爷说比起爱 理解他们更重要 只希望福宝以后可以是自由恋爱 自然繁育 小福已经不是曾经那个追着爷爷屁股后面跑的小熊猫了 福宝你什么时候背着我们偷偷长大呀 宋爷爷都说你变得这么大只能依靠在你身上了 小时候你可是在爷爷怀里的呢 天天在爷爷眼皮底下的孙女 现在站起来都跟爷爷一样高了 福宝 你要记住这里的一切 记住爷爷的声音气息和样子 爷爷也不会忘记福宝 福宝的每一次成长 都会让爷爷感到自豪且幸福 你永远都是爷爷的熊猫宝宝 回国后爷爷不一定会去看你 不是不爱你 而是不知道你看到爷爷后是开心幸福的吗 看到你但又无法带走你 你会更加的伤感难过吧 再一次承受分别之苦 真正的爱事克制 希望在最后的时光里两位爷爷可以和福宝一起努力 不在离别时候 做到不留遗憾